郁威生行与威州生农强强联手 新年期间推出史上最低价 原筒炮身开仓价每磅50美元 精选炮身买一送一 独家中美陆路通 美国下单中美三天收获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请电沉静 917 699 9629 意外伤害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 785 8080 718 785帮你帮你 全美最火新闻近在中文热点 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10号星期五 欢迎来到中文热点节目的直播间 我是主播思思 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联邦新冠紧急状态 5月结束 这些将受影响 美多州考虑禁中国公民购置房地产 中方回应 FBI发布中国气球新照片 称目前尚无法推测意图 记者直击涨涨涨 加州电费涨疯了 看节目同时 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头条 联邦新冠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将于5月结束 卫生部周四列出了该状态结束时将发生的变化和保持不变的内容 卫生部长贝塞拉周四正式通知各州州长 他将最后一次更新该状态 并允许该状态在5月11号到期 白宫上周已将这些计划告知国会 卫生部官员阐述了紧急状况结束之后 可能给公众带来的变化 立即变化有 一 拥有私人健康保险的人可能需要支付新冠检测费用 包括非处方药和实验室检测 具体取决于他们的保险 二 拥有Medicare B部分的老年人将开始支付非处方检测费用 三 医院将失去扩大容量以应对病例激增的灵活性 四 联邦政府不能再要求实验室向疾控中心CDC 报告新冠检测结果 长期影响有 一 新冠疫苗和Paslovid等抗病毒药物将继续免费提供给所有人 无论其保险状况如何 直到当前的联邦储备用完为止 二 根据去年12月通过的联邦支出立法 通过Medicare扩大的远程医疗将持续到2024年12月 如果国会没有继续延长 这一额外福利将结束 此外 随着人们提供保障的联邦措施即将结束 上千万疫情期间加入Medicaid的人将面临失去保险的风险 如果各州认定人们不再符合该计划的资格要求 最早4月开始便可以将人们提出Medicaid 对此 卫生部计划开设一个特殊注册期 以便这些人可以通过评价医疗法案申请保险 拜登政府计划最早在今年秋天停止为公众购买疫苗和治疗药物 部分原因是国会尚未拨出额外资金 当联邦政府退出时 疫苗和治疗将通过私人市场购买和分发 这意味着辉瑞和莫德纳将直接把疫苗卖给医疗健保提供者 而个人是否为之买单将取决于其保险类型 其中通过评价医疗法案和Medicaid获得保险的人 仍然可以免费接种疫苗 Medicaid受益者可以在2024年9月之前免费接种疫苗 之后各州的覆盖范围将有所不同 当库存用完时 没有保险的成年人可能不得不支付疫苗接种费用 白宫表示 正在制定帮助他们的计划 近日民主党籍参议员泰斯特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朗兹联名提出了2023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议案 要求将农业安全列入是否允许外国人投资房地产的国家安全决策范围当中 并将中国 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列入黑名单 禁止来自这些国家的实体和个人投资 购买或者是以其他方式获得美国土地或涉及美国农业的企业 德州一名州参议员提议阻止中国公民和企业在德州购置土地 住房或任何其他房地产 上个月德州州长阿伯特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今年1月也宣称 我们不希望任何敌意国家持有佛州地产 不久之后维吉尼亚州州长杨金也在州资情文件当中提及此事 称要将该州的立法者阻止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危险外国实体购买农田 目前美国至少有11个立法机构也在考虑制定相关法律 其中包括蒙大拿州 淮阿明州 新泽西州和北达科他州 美国各地对外国个人或实体拥有农田的限制差别很大 大多数州对外国个人或实体拥有农田没有限制 14个州有一定限制 没有一个州完全限制 近年来 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购置农业和非农业土地 已经引起了更多关注和审查 特别是在有大量美国军事存在的州 支持对所有权采取限制措施的人质疑外国买家的动机 周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回应称 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的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将经贸投资问题政治化的言行 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 有损外界对美国市场环境的信心 继续来追踪气球事件的最新消息 联邦调查局FBI周四公布了特工们处理 从疑似中国监测气球上所回收材料的最新照片 该机构表示目前正处于调查初步阶段 尚没有足够证据来推断中国使用该气球的意图 熟悉此次行动的FBI高级官员 在周四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 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其有限数量的中国气球碎片被找到 并被送往位于维基尼亚匡蒂科的FBI证据收集实验室 FBI官员称大部分证据仍在水下 他指出被送往FBI实验室的证据只是冰山一角 不过FBI的一位发言人告诉ABC新闻 虽然该机构正处于收集和审查证据的早期阶段 但没有发现任何与美国政府对气球用途的评估相矛盾的证据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早些时候表示 拜登政府已经确定上周飞越美国的一次中国监视气球使用的电子监视技术 能够监视美国的通信 五角大楼称这支气球能够进行信号情报收集行动 是一个飞越五大洲40多个国家的机群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称美方说法或者是美对华信息舆论战的一部分 北京一直以来坚称被发现的无人飞艇是一个民用气象气球 它偏离了航线并错误地进入了美国领空 国际知名品牌野花牌绿风胶 专利萃取液体风胶 纯天然高浓度无酒精无杂质 国际权威认证全美销量第一 718-461-2988 718-461-2988 威达灵芝黄纯虫草 增强免疫功能促进人体代谢 全美各大渗容行热卖中 1888-702-0688 Christine曾专业室内设计师 个性化精品定制 提升居住品质 让空间充满温度 打造向往的生活 事件转向美东 周四下午三点左右 纽约华部的格兰街 交克林顿街 发生一起枪击案件 一人受枪伤 目前伤势不明 来看本台著纽约记者七美 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纽约华部的格兰街 交克林顿街 周四下午三点左右 这里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据悉 一人受枪伤 目前伤势不明 据悉 伤者是一名18岁的男性 他胸部中枪 被送往了表围医院 警方消息显示 有至少三名蒙面男性 在曼哈顿下城 罗格斯街 交东百老汇府 紧开了数枪后 分别乘两辆车逃跑 但到几个街区外 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格兰街时 就遭到了警方的拦截 并被带回警局接受调查 我抵达现场的时候 街道一度被大范围封锁 但路面上并没有看到 明显的枪击或打斗的痕迹 警方的黄色警戒线内 停着多辆警车 周围的商铺也都加强了警戒 有安保人员在店内周边巡逻 不过封锁在下午五点半左右 就已经基本解除 附近大部分的民众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案发现场离曼哈顿滑步非常近 几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商家告诉我 他们在这里已经经营多年 原本一直觉得这块区域是非常安全的地方 发生枪击案让他们感到了担忧 目前暂时还不清楚案件发生的原因 也不知道涉事者的具体身份 不过有消息称 伤者似乎并不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 接下来是记者连线环节 我们把视线转向美西 说起来加州的水电费账单 是一个月高过一个月 在继去年太平洋瓦电公司 PG&E提高家庭用电电费9%之后 今年春节刚过PG&E又宣布 拟提高电费及天然气费用16.3% 以应用于应对通货膨胀 以及设施维护 这个消息是引起了旧金山湾区的 华裔社区广泛的担忧 而加州上个月的天然气价格 是已经高出了全美均价5倍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连线 本台著旧金山记者严杰宇 来看看他在当地的所见所闻 杰宇你好 加州的电费和天然气价格有天价 那么夸张吗 你本人在湾区的感受如何呢 好的思思 我在湾区大概住了十几年 然后对这边的物价也是还比较熟悉 但是这两年生活成本 尤其是这两 去年到现在这个电费的上涨 简直令人炸舌 因为为什么呢 你像去年它其实已经上调了9% 但是现在我们北加州所使用的太平洋煤电 也就是PG&E 它又要求说要上调16.3% 那这个对于大部分人的这个生活成本 就是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了 就是像我采访过的一些民众 不管是它是本身是从事高科技行业 所谓普遍被认为是高新的这个行业 还有更多的就是在湾区 它不仅仅是只有高科技从业者 还有很多从事服务行业 或者一些基础行业的这个普通人 那对他们来说 这么一些这个调价 是一个更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我也想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加州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背景知识 其实南加州和北加州 他们的那个电力和天然气公司是不一样的 你像我们北加州一般都是使用的PG&E 而南加州呢 则是用的是那个南加州瓦电 也就是Selco Gas 那这两家公司呢 都是把这个天然气价格的标涨 归咎于他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 比如说是德州输送天然气管道 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天然气保存的问题 而且这两家公司呢 他们还声明他们并没有从这个涨价当中牟利 而仅仅是对顾客收取了一定的这个成本费用 但是即使是这样子 已经让很多民众吐槽了 尤其是我们加州 他现在今年的这个冬天 其实是超乎寻常的寒冷 比如说我们弯曲的一些山上 甚至还出现了积雪 在这个时候上涨电费 那对普通人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影响生活的这个决定了 那比我再举一个普通的例子 像以一个四口之家为例 那平时呢 它夏天的平均的天然气账单是28刀 那冬天的大部分差不多80刀也能够搞定吧 但是在今年一月份 这个这种四口之家 它的天然气账单已经上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230刀没错 你没听错确实是230刀 这是真的是比较夸张了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 加州尤其是湾 究竟是在湾区的民众的一个普遍的 一个对于电费和天然气这些能源价格 上调的一个直观的感受 谢谢杰宇的分享 我们也来看看你采访的民众的反应如何 好的 我家里是装了那个太阳能 可是呢 我家里这个天然气使用 每个月要400多块到500块了 那就对我们来说 负担蛮重 因为我们是用天然气用的比较多 我们这个公司的每一年 每一个月要用2000多块钱天然气 那你要如果是加15%以上的话 你想对我们现在小生意恢复期间 又增加这么多费用 确实是蛮辛苦的 有的人会可能装了收了装了太阳能 可能电费是比较便宜 可是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这个太阳能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支出还是占很多人 很蛮大一部分的支出 而且涨价的速度真的是蛮快的 大家确实是怨声载道 杰宇那么你了解PGMG调涨能源费用的这个原因吗 根据PGMG他们官方发表的声明 他们这一轮调涨费用的原因 主要用于两个渠道 第一就是你大家都知道我们加州每年夏天旱季都是野火 发射高发季节 为了防范野火呢 他们是希望能够扩大这个植被管理的一个面积来控制野火 那另外一个呢 也是他们想是升级一下现有的一些设备 比如说他们计划想将一万英里的这个缆线电线埋到地下去 因为平时我们也会吐槽嘛 在美国为什么美国的这个电线一直都挂在天上 就跟个发展中国家一样像个蜘蛛网一样 但是他们现在想花钱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虽然我们PGNE是要调账 但是呢也是据一个官方的信息是说 会有第三方的一个贷款公司计划将给这个涨价后的民众 平均补贴90刀到120刀的一个差价 来弥补民众的一个这个电费上调后的一个经济损失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电费只是一个表象 真正的归根结底这个社会原因呢 其实是所有的生活成本都在上涨 但是我们的工资上涨的这个程度 跟电费和这些生活成本的上涨程度 完全不是一码式 所以普通人的生活对于这些物价的上涨 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 所以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 这个一个月补贴90到120刀的这个补贴 真的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消费和收入的这个差距来说 真的是有点那么杯水车薪的意思在内 那么杰宇啊 根据你的了解 加州州府有介入调控能源费用吗 其实我们加州的州长 Gavin Newsom对于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视 他已经置信要求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 去进行调查 看看这个电费和天然气这些费用上涨的背后 是否有操纵和反冷反竞争的一些行为 他是要求 但是呢 这个我们北加州的这个PGNE 太平洋煤电和南加州的南加州 南加州瓦斯公司 他们都表示支持Newson州长的这个调查 对 然后但是呢 有一个有一个背景 我觉得可能需要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加州的公共事业委员会 他属于州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 他只对电价有管理权 但是呢 这个电价呢 其实又是受到了这个天然气价格的影响 因为在加州天然气是发电的燃料之一 你像比如说2021年 我们加州38%的这个用电量 都是由天然气提供的 但是呢 这个天然气的价格又是由联邦政府管理的 所以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 本月7号他听取了这个天然气采扣市场专家 还有政府机构 还有这个公共事业公司的这些意见 但是呢 他们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说 他们将要做些什么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让我们本地的很多不同主义的民众都会感觉到不满 他们觉得这个委员会 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并没有真正的 做到帮助民众 帮助政府控制能源价格保障民众这个基础民生的一个义务 但是呢 这个加州的这个公共事业委员会呢 也是表示他们是今年秋天将会就PGA是否上涨这个能源价格 进行最后的一个决定 我们这边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思思 那么除了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 你觉得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会影响到加州这个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经济吗 这个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本身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硅谷裁员潮 那个加州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这个高科技产业 其实自己在一个泥潭里面处足不前 除非有新的科技发展 它这个危机才能够渡过去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 现在那个能源价格上涨 你想看我们平时喜欢去的那些商场啊 那他们用的电费 还有你看那个餐馆的电费和天然气费 是不是都会涨 还有包括像修车 还有农业 这些所有的这个行业 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都会受到相当的影响 因此我个人感觉 这对于加州这个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未来发展 是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在这里 此次这边情况是这样 好的 感谢杰玉 那么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好的 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 威州生农总会官方认证 玉威生行威州生黄 有效成分比药点高双倍 零农残 圆筒泡生 开仓价每磅50美元 独家中美陆路通 美国下单 中美三天收获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请电陈静 917699 9629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 帮你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